台中有一名男子跟朋友在外面喝酒 酒后想要续托就打电话 请了住家的管理员来帮忙查KTV酒店的电话 没有想到管理员回拨大楼对讲机到男子的住家 被男子的同居女友接到了 男子挨了骂很不甘心 失控砸烂了管理室 火爆男站在管理室柜台前 指着管理员的鼻子一阵狂骂 随手拿起台灯往地上摔 情绪还没发泄完又砸毁另一个台灯 连电脑萤幕都一并推倒 会这么激动全因为一通电话 想要到酒店去续摊 那请这个大楼的管理员带为联络酒店 那大楼的管理员误以为他在家里 便拨打这个大楼对讲机 让这个他的同居的女友 知道他要去酒店这件事 查电话想去KTV酒店续摊 人都还没去 反而挨了同居女友一顿臭骂 41岁的男子越想越不是滋味 才会气得找管理员兴师问罪 管理员好心帮忙查电话 却无辜遭殃也很不甘心 对他提出这个毁损的告诉 所以我们依这个毁损罪嫌 将他含送法办 男子向警方共称喝了三瓶酒 可能有点醉意 又觉得管理员他爱不适项 才会怒砸管理事 失控脱绪毫不自知 恐怕清醒后才会感到后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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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